大家好,这里是一毫米足迹 我们这次来到了河南省洛阳市的新安县 这里有一处游客很少的小景点 里面藏着汉朝的建筑,门票20块钱 话说,汉朝的皇帝们都特别爱搬家 迁都就是家常便饭 两汉时期,一共搬了四次家,换了五座都城 西汉时期,好不容易在长安多住了几年 可是到了东汉,又搬去了洛阳 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就是从长安向东延长了一段 这一段就是小汉古道 从陕西同关,到河南的汉谷关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 汉谷关的关城是一座H形的建筑 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关内,也叫内城 属于古时候洛阳的地界 再往西啊,除了关口,就是小汉古道了 现在啊,除了关楼还保留着一些 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墙庄以外 四边的雀台都只剩下裸露的夯土了 古时候啊,雀台上应该还建有角楼 不过现在啊,啥都木有了 专家们曾经对东城墙进行了考古挖掘 还发现了排水渠 马道和水口等设施的遗迹 别看寒谷关小小的,没有明清的城楼大器 但在遥远的东汉时期啊 这可是一座极重要的关隘 是中原前往西北地区的碧京之路 现在呢,是世界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的遗产点之一 关注一毫米足迹 看有内涵的旅游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